在笑什么呀你 我没有在笑什么 没笑什么 我想他是在笑我们 你知道吗 你真的是个聪明的台灯 谢了 你们几个真的很喜欢那个孩子 对吧 是啊 他是我们的主人 那实在是真好 而且他随时会回到这里来 是吗 他只是吹着口哨 他只好穿过那扇门 然后一切就跟以前一样 实在完美极了 是有这个可能 至少我们试着乐观一点 乐观一点 拜托来个人解开他打劫的电线 你为什么不干脆 第一项存嘴 我真的好害怕老客 你想怎么样 把我吸死吗 你们几个到底是怎么搞的 你们表现得像刚刚下班回来一样 现在请你们听好这句话 我们被遗弃了 被甩掉了 可是他爱我们 就是啊 那又怎么样 他是个小孩 他有他的家人 他们搬走 他也跟着搬走 但是说不定 他不会回来了 就是这么简单 是吧 你最近跟他谈过什么吗 他们可能随时会回来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我不是跟你说话 我看你们几个的智商加起来 大概连五都不到 已经好多年了 现在是废铁处理时间 你爱做什么做什么 我们是不会放弃希望的 这实在很感人的 涛涛 你让我想像个婴儿一样大声哭叫 我想你是在嫉妒 是啊 我是在嫉妒一群傻子 傻子 是啊 因为主人从来都没有跟你玩 因为你一直被钉在墙壁上 好 现在又回到了那个愚蠢的状况了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这里是怎么回事啊 我知道这个小窝发生什么事 这里有个阴谋 你们这些低瓦数的全都有份 就因为你们能四处走动 你们就以为比我还要优秀 我可不是窝囊废 我原本就设计要钉在墙上的 我也喜欢被钉在这个笨墙上 那个矮小的孩子 碰不到我的开关 我也没办法 我没有那么想 真的 这就是我的功能 不要 等等 等一下 不要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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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怜的空调设备 我不知道他会那么想不开 好了 反正他是讨厌鬼啊